一名富邦金控的钱经理税嫌盗卖个资不法所得高达800多万 他用手抄了2000多笔低收入户的资料 卖给想要逃税或是避税的公司当人头户 长相斯文的陈姓男子因为先前犯下诈欺罪被统计 如今人被逮到 不过警方又发现 这名中年男子居然利用先前在人寿及金控公司上班之便 盗卖客户个资 一年多来不法获利高达800万人 他没有给我钱啊 因为朋友认识啊 人被抓了还是蛮口谎言 陈姓男子90到91年间在人寿及金控公司担任理财经理 他利用职务之便盗卖个资 异想天开的陈姓男子土法炼钢 居然用手抄的方式抄写2000多笔低收入户的个资 然后再贩售给不知情的公司当作逃税或避税的人头户 一笔他回收4000块 一年多来大捞800万元 被害人在申报所得税的时候 我发现有两笔不明的资料 才查出他的个资招人盗卖 现在警方除了把人送班 也提醒该间人寿监控公司 要特别注意员工管理及个资保护 以免民众的权益再度受害 好 好